来到北大就不得不打卡卫明湖 这座燕园的老建筑 已经成为每一个进入到北大来参观的人 必打卡的热门景点之一 因为北京大学非常大 如果你从吃饭的地方 在徒步来到卫明湖会比较远 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建议你像我一样 租一辆共享单车 骑行来参观卫明湖 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卫明湖的风光吧 卫明湖是北京大学校园内最大的人工湖 形状呢呈U形 中央有湖心岛由桥与北岸相通 是北京大学的标志景观之一 天气暖和之后 很多人来到了卫明湖打卡 那么北大素以一塔糊涂闻名 提到了卫明湖就不得不提我身后的博雅塔 那么博雅塔呢 曾经是燕园的水塔给学校供水用的 现在它也成为了一个著名的打卡景点 大家去看一看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